一年级的小朋友,大家早上好 我是绝安老师 早安老师,早上好 早安 早安,今天我们是上英文节 请大家准备好 早安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来,请大家准备好你们的英文书 然后翻开这一面 We love Malaysia 有没有看到这一面 Malaysia是哪里 哪里是Malaysia Malaysia Malaysia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国家 所以在我们这个国家呢 OK,我们就要学习做一个很好的公民 去凭 你弄倒水 你就必须自己去拿布 骂肝金 OK 那么我们身为是马来西亚人民 我们一定要做一位好公民 去保护我们的国家 对吗 怎样做一个好公民 比如说 我们可以随地乱丢垃圾吗 不可以 我们可以随时燃烧那些垃圾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我们可以去偷东西 去抢东西吗 不可以 这些通通都是不对的 或者是每当周会的时候 我们都会唱国歌 对不对 那么在唱国歌的时候呢 我们在那边 东外西到 要拉 要去 在那边讲话 这样子是对的吗 不对 这样子是不尊敬我们的国家 对不对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A的 它叫我们read and write 这边有一些生词 大家要注意 首先我们先看上面的第一个 来大家可以跟着一起读 Obey the rules 来大家写下去 它的意思 整个意思呢 比目前的小朋友 你们也是要跟着写 整个意思 Obey the rules呢 就是叫我们遵守规则 等等 来我写给你们 遵守规则 就是比如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可以一边开车 一边用电话吗 不可以 就好像在学校 你们也是有学校的规则 要遵守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Obey the rules 坐在那边 要是遵守规则 可以 放大 等一下 我放大给他 Obey the rules 整个人家 就是遵守规则 写在他的上面 遵守的遵守 老师放大给你们看 我写在这一边 我写在这一边 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啊 遵守规则 Obey the rules 然后看下面的 Fly the national flag 有没有看到那个national flag 就是我们的国旗哦 Vendy 当你来当没有椅子 你就要自己去拿椅子 你不要这样子站着 不然等下 就不如以为我给你发展 后面有椅子吗Vendy 眼睛看后面有没有椅子 有 拿来前面 去 ok 除了Fly the national flag呢 就是我们要去挥动我们的国旗 什么时候我们会很高兴的这样子去挥动我们的国旗 帮忙去种树 也是一个好功名的行为 因为我们在那边保护我们的地球 对不对 还有就是来看旁边 Help my neighbors 大家注意看 help my neighbors 什么是neighbours呢 邻居 对了 来 跨胡这个句子 neighbours 跨胡这个词 写在它的上面 是邻居 neighb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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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在它的上面 是邻居 有没有看到 how my neighbors 搬住邻居和邻居之间互相当吗 也是先讨论的 嗯 也去坚持的 也去坚持的 也上去它的意思 领域 新neighbours 这个neighbours 是我们的什么 国歌 对了 所以当我们在唱国歌的时候 我们要对我们的国家感到怎样 光荣 感到骄傲 我们是出生在 马来西亚的 身为马来西亚公民 我们会对我们的国家感到很光荣 对吗 接下来 help to recycle things 有没有看到这个recycle 三个星期我们讲过recycle是什么 还记得吗 recycle 劝起来这个recycle 上个星期我们才做到而已 recycle 对了 回收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回收的 回收呢 就是指 我们不要把它修掉 我们拿去那个回收 回收 就是指让他们在制作新的物品出来 所以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回收的呢 纸张 所以 那些玻璃瓶 玻璃瓶 玻璃 塑料瓶 包子 这些 对 这些都可以回收的 空的那些塑料瓶啊 我们不要直接丢垃圾桶 我们把它收在一边 然后到很多很多时候 我们再拿去回收 包子啊 这些不要用的纸张啊 这些都是可以回收的 还有那个我们喝汽水有没有 那个Hennaplus的罐 旅罐那些可以回收的嘛 可以 通通都可以回收的 所以我们来看 OK 完成着 看完这个六个选择了之后 我们看第一张图 你注意看第一张图 这位小女生 她不是拿垃圾去丢 你注意看她的这一个垃圾桶这边 她是不是有那个好像 尖头这样子的 三个尖头转来转去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recycle的 recycle的一个符合 如果 做完就给做做 所以 是哪一个句子呢 给老师听 help to recycle thing 对了 来一起写再来 在第一张图 help to recycle thing 第一题是help to recycle thing 帮忙去回收那些 可以回收的东西 第二题呢 第二题是什么 你看大家在乘搭巴士 当乘搭巴士的时候 你看 三位小男 这是这三位 三位小朋友都在做什么事情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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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正前 从后的去乘搭这个巴士 他们会排队 就好像你去cantean买食物 你会排队 我们去shopping mall 我们买东西 我们去给钱 付钱的时候 我们也是会排队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排队 它算是什么来的 obey the rules 对了 来大家读一遍 obey the rules 对了 就是去遵守这个规则 排队算是一个规则来的 我们可以随便的插队的吗 不可以的 所以来第二题写下去 是obey the rules 遵守规则 第二题来写下去 obey the rules 觉得你写了吗 对接你写了吗 第二题 第三题 你注意看 邻居家的前面 有很多枯叶 然后你就在家的外面 扫枯叶 所以你看到邻居家的前面 也有很多枯叶 这时候 你会帮邻居上吗 对啊 对不对 我们会帮邻居 对吗 所以帮邻居的 这个句子是什么 help my neighbors 对了 来写下去 help my neighbors 我们要去帮助我们的邻居 help my neighbors 那么地势体呢 你看地势体 你在爱护你的地球 在那边多种那个树 所以这个我们是叫什么 所以这个我们是叫什么 第四题 help to plant trees 对了 来写下去 第四题是help to plant trees 我们去帮助我们去帮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健康 我们去帮忙种更多的树 种树来做什么事情 种树来美观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的健康 help to plant trees 然后第四题 然后第四题 你有在写吗 你有没有在写 我已经写到第四题了 你有在写吗 你最好是快点写下去 不要再发呆了 全部人都在写啊 视频写好了吗 第四题 ready呢 好 第五题 你注意看 我们在唱国歌的时候 在那边立正 然后你注意看 这位小男生在唱国歌的时候 他唱得非常开心 所以是哪一个句子 Negaraku Negaraku proudly 对了 很光荣地唱出我们的国歌 所以来写下去 Sing 记得 Negaraku 是我们国家的歌的名字 还是对不对 所以它的N 一定要答好 跟着它答好 Negaraku proudly 很光荣地唱出我们的国歌 最后呢 就是在我们要欢庆国庆日的时候 到处都可以看到 不只是商店 shopping mall 汽车 甚至在家里 我们都会挂着我们的国旗 所以这个句子是什么呢 Fly the national flag 对了 Fly the national flag 推动我们国家的国旗 Fly the national fla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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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還沒有寫好的 要快點 好 老師上面的那個黃耳句還沒有寫完 黃耳句還沒有寫完 等等啊 OK 看到了沒 看到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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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之后呢 我们来看旁边的 来 Read write the answer 你看他问的是 大家看纸张 看你们的练习纸 看书房 他说 What the children do on national day 有没有注意看到这个national day 这个就是国庆日 在国庆日这些小朋友做什么呢 有谁 有哪三位小朋友 就是有穆莎 有美丽 以及有ravi 所以我们看 第一个动作是 Watch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有没有看到那个parade呢 P-A-R-A-D-E 圈起来这个 这个呢 是我们的游行 我们称为的游行 什么是游行 你们有看过这个 这个国庆日 庆典的这个游行吗 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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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哦 等下老师找给你们看 你们先把这个意识 填写下去 parade呢 是游行 游行就是 就是在国庆日当天之后 在推荐 OK 它们会有一个 就是很大的一个庆祝 这样子 所以在当天之后 会有很多的表演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游行 在那边做的 我们先把这个游行 接下来除了这个 谁去看这个National Day的parade呢 谁去看这个游行 你要注意看他打勾的有谁 有Meli和Ravi 然后呢 Fly the National Flag 就是去挥动我们的国旗的 是有谁 有Musa和Meli 然后会去sing Negaraku proudly的是谁 Ravi 我们做完这个活动了之后 我再给你们看那一个游行 所以现在呢 我们先看这个练习一件 第一题他问你 Who flies the National Flag 找出来Fly the National Flag 他打勾的是有谁 Musa and Meli 对了 有没有看到Fly的 Fly the National Flag是在第二行 对吗 所以是有谁和谁 他打勾的是有谁 Musa and Meli 对了 来写下来第一题 他的名字 写出大家的答案 Musa Musa and Meli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Meli 看着他的名字写出来 Musa and Meli 第二题 第二题他问你的是 Who sings Negaraku proudly on national day 是谁谁唱歌的 Ravi 对了 Sing Negaraku是第几个活动 第三 对了 所以你看第三个活动 打勾的 那位小男生的名字是叫 Ravi 对了 来写下去 Ravi 跟着他写 跟着他写 R大号 Ravi Mabel写了吗 OK 第三题 Who does not watch does not就是指没有 谁没有去观看 那个national day parade 没有打勾他的 是谁没有去看 Musa 对了 Watch national day parade 是第几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 有看到吗 第一个活动 没有打勾的 那个格子是谁来的 Musa 就是指Musa有去观看吗 没有 所以现在他要讲 does not watch 没有观看的 来写上去 第三题 就是Musa 然后第四题 他问你 What does Musa do on national day 所以你就要看直直 这样子看下来 Musa 他做什么事情 Musa 打勾 他打勾 只有一个罢了 对不对 Musa 对吗 他打勾 是中间的那个活动 所以往 看旁边 他的这个活动 是什么 Flies the national flag 有没有看到 视频 不要玩你的铅笔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 第四题 他问你的是 What does Musa do On national day Musa在国庆日当天 他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找出 Musa的这个小男生 有没有看到 Musa的这位小男生 有吗 大家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要直直看下来 他打勾的那一个 打勾的那一个 有没有看到 打勾的那一个活动 有看到吗 打勾的那个活动 所以你就要看 左边那个活动 是什么 OK的 Flies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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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Flag 所以把这个整个 来填在 第四题 Flies the National Flag 把这个整个 写在 第四题 Fly the Fly the National Flag Fly the 还有谁还没有写好 还有谁还没有写好 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那一个 马来西亚 在庆祝这个 National Day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parade 还没有写完 来快点 给你们多两分钟的时间 老师我写完了 稍微等一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写好 还没写好的 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的练习书就可以了 圈起来这个Fly的National Flag 直接把它填在第四题 自己找你们的练习书 那么现在呢 我会先stop这个presenting 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这个游行 这个呢是在2017年 在庆祝60周年的时候 稍微等等啊 你们有看到吗 这个游行 有看到这个video吗 有吗 有吗 OK好 那么你们就可以专心的 我会把我的mic关掉 你们会听的 其实也不用听他的声音啦 就是看他的游行 他的游行呢 就是不只是人 不只是人 他们还有这些兵士会出来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你们等一等啊 我会把这个游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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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之前老师就是让你们了解这个就是游行哦 你们有看过这个国庆日的游行吗? 没有 其实呢,在国庆日呢,当天这个庆典是很隆重很盛大的 那由于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呢,这个游行就没有得举行哦 那以后啊,可能等疫情稳定啦 那你们有机会,你们就可以叫爹地妈咪带你们去 在国庆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哦 其实它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庆典来的 那是什么是隆重? 隆重就是他们弄到很好聊,我意思哦 什么? 每次我们假期的话,我妈咪还有爹地会带我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很好玩的地方玩的 嗯,但是由于这两年都是有疫情,我们就没有得出门 老师,我12月能出门哦 哇,这样爽啊 我去好吊住一点 哇,去好吊住 所以刚才老师给你们看的那个video就是我们所称的游行哦 它的后面的人在那边超步 所以他们超步,不是随便在那边走 不是,他们是有经过训练的 OK,所以你从那个video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超步的时候,他们都很怎样的 很整齐的,有没有看到 同手,全部的手,随便拿起来就全部拿起来 这样子的 什么? 为什么要拿起来呢? 嗯,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超步的一个规则吧 它里面应该是没有子弹的,我觉得啦 因为毕竟只是拿来表演而已嘛,对不对 对呀,等下万一不小心的话就会发生意外 所以他们这种应该是没有子弹在里面的 我不确定啦,因为我都没有去问过他们 OK,好 来,现在呢,OK,看完这个游行的这个video了呢 我们来看看后面的练习 来,大家来翻拆这一面的练习 现在呢,有这个试题 左边有这个试题的这个词句重组 你们自己try看,先在上面写出一二三四先 自己尝试完成这四题的这个词句重组先 那么多一个五分钟,老师就和你们讨论 来,现在开始,加油 自己try看 这个试题重组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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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为我们是称为 is a good malaysian 记得马来西亚公民 我们的malaysian的m是要大号的 来大家一起填写下去 Weili is a good Malaysian 第二题呢 第二题有谁知道 来 尾谈 对了 因为在这边呢 我们的开头大写只有一个罢了 对不对 所以看途中他在做什么事情 唱歌有吗 Wendy 看你的练习词 所以是 他唱什么呢 我们的国歌 国歌是 在那边很荒荣地唱出我们的国歌 来 大家一起把第二题填写下去 但是我知道第三题 等一下先啊 先让他们写第二题先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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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刚刚出个案 比较大号 铜汉有在写吗 有 第三题呢 博语你会吗 会 来 你给老师看你的答案是什么 he 做什么事情 he pays attention in class 对了 he pays attention in class 在这边呢 你们写完 pay attention之后 老师让你们自己跨乎起来 pay attention 然后呢 写在他的旁边 pay attention呢 是代表专心的意识 就是在课室里面 他专心的听课 pay attention 写在他的旁边 他的怀意是 专心 he pays attention in class 在课堂里面呢 他专心听课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时常叫你们要专心 要专心 所以来 跟着老师这样子写下去 he pays attention 他会记得了 然后呢 那时就要不要讲 注意这个课室 这样子 按着我听说 这样子画股起来 然后在旁边写 然后在旁边写 计份 我就会 推荐 这样子写出来 可以 很快 这样子写出来 然后在旁边请让他的地势专丁 那么地势体呢 我是王辉 OK 来 你来 你来 来 谁辉 那个人是谁 王辉 OK 来 谁辉 he keep to help price the can place place the can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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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to help price 没有plant 是place place 的 不对 完全是错的 照理来说正确的来说加回来是他帮忙去保持那个地方干净 所以正确的呢 所以正确的呢 是其 来 尾唤是什么 其 he help to he helps to keep the place clean 对了 对了 加回这个才是正确的 他帮忙去保持那个环境干净 是he helps to keep the place clean 才对 加回改改 继续提 正确的训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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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这边的keep是保持 保持那个地方 固定是中原 我们的图标外面 你们的图标 你把它克制 ok 这些图标是play clean clean 就是指让它保持干净 一种 一种 通知 通知 一种小纱 拿平的这里 写 写完了 不要不打扰其他人 是 he helps to keep the place clean 然后呢 写完了之后 旁边 旁边 是不是上个星期 老师教带你们的功课 对吗 对 ok 现在呢我要你检查看 他们的这些 这六题的衣服的名称 你要描写 对 ok color就是你们自己color了 对 所以第一题 这个呢 是女生穿的衣服 请问女生穿的衣服 我们叫什么 blouse blouse 这样去skirt 是blouse blouse b-l-o-u-s-e blouse 检查看你们第一题 对不对 老师 老师我对 对 然后color 你们就自己color 有错误的 现在快点摆设 第一题 老师 我的对是对 但是那个 耳朵就沾了 哦 这样就是错了 第二题呢 这个brown color 第二题呢 这个brown color的brown色的这个厂裤 我们称为什么 tro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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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是t-r-o-u-s-e-r-s trousers 哪里是他第二题 有错误的 差点摆设 我的对 这个是十四年同学的第一题 你们写好吗 第二题 你写好吗 ok 来到第三题 来看一下第三题是什么 第三题是先衣服呢 是男生 女生其实也可以穿的 我们称为 是Shirt还是T-Shirt 是T-Shirt 对了 那么记得 当我们写T-Shirt的时候 它的什么要搭号 T-Shirt 要搭号 然后要穿一红T-Shirt T-Shirt 穿了衣服之后 穿一红T-N的 这是什么来 J-K-K-K 怎么词 J-A-C-K-E-D 要有一个T-Shirt Collaborate J- supports 你现在从小的B3 设结好了吗 来 Li-Li Muk J-K-K-K-E-W 刳完了 来 第5题 这个是给女生穿的 是什么来的 是Skirt 还是Dress Dress 对了 因为这个是整件的 我们称为dress 所以color你们自己要踩上去 知道吗 自己看这个dress它要什么颜色 pink 所以你们要自己踩pink 对 所以来检查你们第五题的答案 是dress 好了 所以自己看它要的书是什么颜色 orange 自己踩orange 检查你们这六题的答案 检查好了吗 那个color 第一题它要的是什么颜色 yellow 你们就要自己踩yellow 老师 怎么用钢 T恤的提高大号还是小号 大号 要大写 ok 这六题大家检查好了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来我们来看旁边的练习 大家来注意看旁边的练习 它要我们 treat the passage complete the van dry ground ok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ok 来 我以来 tutti端给老师听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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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s to wear blue tea shirt and brown socks he also likes to wear white socks and red shoes 来大家来看你们的练习纸了 同学看旨 所以博语读的这一句呢 是指Ryan likes to wear blue t-shirt 他喜欢穿 blue t-shirt 他也喜欢穿 brown shorts 可可色的短裤 除了穿 blue t-shirt和可可色的短裤 he also likes to wear white socks and red shoes 白色的白色的袜子 白色的袜子和红色的鞋子 来 Kaley 读给老师听 第二段 Linda Linda likes to wear pink blouses She also likes to wear purple skirts and red shoes she likes to wear white socks 嗯 对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通过这两段呢 来完成我们下面的这个图表 来 专心看你们的纸上 张同轩 许续平 眼睛看你们的练习纸 所以你有注意看到吗 第一边他写的是Ryan likes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Ryan喜欢的 他喜欢穿什么衣服 然后呢你有没有看到中间 中间的题目他给的是Ryan and Linda likes 这个就是指他们两个人有喜欢到相同的东西 我们就要写在中间哦 另外一边就是Linda likes Linda喜欢的 Linda喜欢的 Ryan喜欢吗 Ryan不喜欢 Ryan喜欢的 Linda喜欢吗 不喜欢 OK 就是指他们喜欢着不同的东西 可是来到中间的这一边呢 中间的这个呢 Ryan and Linda的就是指他们两个喜欢相同的东西 知道吗 这个 所以首先我们先找出相同的先 所以刚刚博语和黑里读的这两端 有哪一个是出现相同的 我们来找一找 相同的东西 有什么 是什么 读出来 Red shoes 对了 圈起来 Red shoes Ryan他也喜欢Red shoes Linda也是喜欢Red shoes 有没有看到第一个是Red shoes 有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Red shoes 嗯 Ryan他有讲他喜欢Red shoes 对不对 OK Linda也是有讲他喜欢Red shoes 对吗 OK 第一个来 Red shoes 填在中间的第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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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shoes 填在中间的第一个点 填在中间的第一个点 他们一起喜欢的 有着的是Red shoes 通过Red shoes呢 他们还喜欢什么是相同的东西的 White socks 有没有看到Ryan的第二个句子 He also likes to wear white socks 有没有看到 圈起来这个white socks 那么Linda的呢 在哪里找出来 Linda的在哪里 找到那个white socks 你们讲 Linda也喜欢 She likes to wear white socks 在最后一个句子 最后一个字 有没有看到 Tan Hongkai 你有没有看到 当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你给我专心 Tan Hongkai 圈给我white socks 有没有看到第二段 Linda的最后一个句子 也是有出现到white socks 对吗 圈起来这个white socks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还喜欢什么东西 是一样的 就是white socks 所以你要写在中间的第二个点 中间的第二个点 white socks 大家一起写下来 中间的第二个点 white socks 现在我们是要写Ryan and Linda 现在我们是要写Ryan and Linda 它有分三个 对吗 对 现在我们想着 讲出来的是 它们的重重点 对 就要写在中间的 有个是 lick shoots 还有一个是 white socks 这个是他们喜欢的 ok 写完这个重重点的时候 同学 你不要看我的白板 自己找出来给我 因为张导师叫你找的时候 你念画面花板 你就不要看我的白板 你现在自己找出来看 然后现在我们找完重重点了 来我们要找旁边的 旁边是谁 Ryan 来看看第一款 看看Ryan喜欢的有什么 blue t-shirt 还有 对了 圈起来这两个 blue t-shirt 还有就是brown shorts 所以第一个点 你可以写 blue t-shirt 单单Ryan喜欢的是 blue 跟着他blue t-shirt的t要大号 blue t-shirt 藍色的t-shirt 除了blue t-shirt 还有一个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对了 brown 那个color也要写出来 brown shorts blue t-shirt blue t-shirt brown shorts OK 对Ryan的 大家都写到了吗 男人的 有的就是blue 尽身 还有吗 还有吗 没有了 很可以 接下来 不知道另外一边 是属于谁喜欢的 Linda Linda 我们就看Linda 当看Linda 喜欢的有什么 对了 有pink blouses 还有什么 除了pink blouses 对了 还有就是purple skirt 所以圈起来 这个pink blouses 除了有pink blouses 还有一个就是purple skirt 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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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le skirt 所以写下来在Linda 她喜欢的这边 有着的是pink 然后是 blouses 还有就是pink blouses 还有就是pink blouses 还有就是pink blouses 这个就是她喜欢的 另外一个 Linda这个小子 她喜欢的是 Blowsers 这个Blowsers 难分可以穿吗 我不能 POPLE衣服 OK 大家都写完了对吗 Jaden有在写吗 确定要写完哈 OK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 Fill in the missing letter 有着的是J 或者是V 写完了之后呢 她要group the words according to J or V sounds 所以第一题 你觉得是要放V 还是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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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P J 第一题来大家写下去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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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V J 第一题 十字架 十二题 第三题 对了 也是V 这一个是我们所说的 刷屏 刷屏 第四题 对了 Jeans Jeans 什么是Jeans 就是牛仔裤 再看老师穿着的 不同颜色的 蓝色的 这个牛仔裤 Jeans 第五题 这个是什么 Jelly 对了 就是我们词词的那个果冻 Jelly 是J的 J-E-L-L-Y Jelly 第六题 这一个 我们是要发V开口的 V V 之前我有讲过了 有讲过了在网络的时候 就是一个男生的服装来的 男生的服装 一个背心 当然这个背心呢 是必须要搭配 那个衬衫 那个衬穿的 OK 好像我们等下老师 收你们图片看 什么是Vax 你们先填写下去先 然后好了之后呢 来有没有看到J和V的 有吗 自己填下来 有这什么J的 有这什么你自己看 有这 Jump 有Jeans 还有Jelly 自己填下来 这个三个J的 不需要自己写 一二三三排 这样子 然后V的有什么 也是一样自己看 然后自己写下来 自己写下来 跟着这三个写下来 那么好了之后 旁边也是上个星期 老师交代你们的功课来 对不对 OK 那么现在呢 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检查你们的答案 地体 第一题 你注意看 这两位小女生的身后 有着很多书的 所以在学校 在哪里有着那么多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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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检查看你们的答案 是否是正确的 第二题是Tiler 第三题 说的话要改正 第二题 是让我们去厕所 我们的厕所来的 让我们去厕所 对了 我们是称为Tiler Tiler Tiler 看检查看 有没有写日 你看回你的位置 不要移动 我叫你检查 你有在听吗 有 第三题 这个是我们的学校的哪里 我们的草场 所以草场 所以草场称为什么 我们的学校的草场 然后第四题 这个你注意看 有礼堂 有台的 舞台的 这个是我们的学校的礼堂 叫好吗 School Hall 我们学校的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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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ter ю 是office吗? 不是,office是给谁的? 校长一位的 现在里面有那么多位老师的 这个是老师的办公室 我们称为 office room 对了,是office room 所以有错误的改成 office room 行oben 行动 快时间 肯定 hhh ys 传演 传演 症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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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